好我們先來看到 先來看看到底現在目前 房地產景氣怎麼樣 每次都要看這個指標 叫上半年買賣移轉動數 從五年來新高 那麼所謂五年來新高 就是差不多現在的數字來到 這個265236棟 這是現在目前出現的數字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嚴總說過 沒有到30萬棟 都不算是景氣回溫 所以現在26萬棟應該還好 但是來看到 8月份 目前跟這個去年同期相比 全台 大家說現在房子好像蠻低名的 最近有人說 好像看半天 這個房仲很積極 因為一個來五個 人家都唱歌的當然積極 積極的積極 但是現在看到這個數字上來看 全台交易量還是有17%的增幅 來看到北市新北桃園這一些 目前都還是在成長 美國又在降息 台灣還是這麼低的利率 還是很多人感覺在買房子 房市到底會不會走旺 先投票好不好 會不會 房市加行情 會不會 不會 不會啊 難得你們三個意見相同 對啊 怎麼樣 實惟你現在是念力控制他們兩個人嗎 是 我不會唱歌就知道念力 不是啊 現在要選舉了 各位一樣啊 現在目前誰會當選已經決定了 台灣的房市如何了 那不管說 還沒有當選啊 差不多 你看民調嘛 哪有 民調數字喔 就是大家想說 其實選後再買 跟社首買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差了啊 你懂嗎 也沒有什麼翻版 你看郭董不選就不用想了 因為目前唯一有機會能夠扭轉房市的 比如說郭台銘開始炒房 台灣房市開始往上漲 有這個機會嘛 可是現在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 就是照舊啦 因為過去三年怎麼走 未來 12345年就怎麼走 所以差不多啦 所以你慢慢也沒有關係 其實你還有五年的時間 所以不用擔心 五年123451 看到沒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慢慢走五年 不是啦 就是慢慢走五年 就是這個局勢會就是這樣子 一路的就是這樣子 五年下去 這個總統 在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OK 那我但是提醒 有些地方是要當心 應該是預言 那這些人當然不爽 對 哪邊要當心 南港 南港 因為最近開始 南港是不錯 對 可是最近只要幾千塊 就可以租到了社會住宅 700戶已經出籠了 然後再加上南港 幾乎有非常多的社會住宅 在南港出現 所以南港要小心 然後新北市的星光五谷淡海板橋 因為功過於求 對 所以要小心 清浦中路就是也是功過於求 好 那台中的北屯呢 也是功過於求 北屯有點誇張耶 滿地都是房子 而且還不便宜 然後沒有 就很多人問我說 可不可以住北屯 可是我問他 你要不要住北屯 他說我不要住北屯 我家好好的幹嘛去住 可是我想投資北屯 但北屯其實 目前是空的 就是虛的 對啦 他沒有什麼腳踏實地的東西在那邊 房租好不好 房租不好沒有人 空的 OK 鳥不拉斯狗分現在也沒有東西 台南有一個注意到九份子 九份子離污染源非常近 可是九份子目前是台南最快最強的炒作區域 他以前是餘溫 後來被倒一些廢爐渣等等 所以他的土地來源也不深 但是居然有人想要在台南的九份子蓋 三十幾層樓的摩天巨塔在一個廟 我不拉屎的餘溫旁邊 所以要小心 九份子三十幾層樓聽起來好像就不是很通順 很怪對不對 那可是炒作人很多在高雄的鳳山 因為鳳山我們的韓市長喜歡去鳳山辦公 可是鳳山最近成為一個炒作的一個地方 可是鳳山沒有新的 因為市長不在 所以沒有新的政策 只有市長不在這件事情的話 沒有辦法支持鳳山的炒樓 那鳳山有一個建案 從兩三年前炒到現在 到現在還沒賣完 然後投資客到處在賣 所以那個案子其實蠻指標的 而且是一個指標建商 但是還是掛掉 也不是掛掉 賣的不是很好 這些地方的區域要當心 看到這個價錢就直接打五折來談 沒有到五折 就是小心不要碰 小心不要碰 對或是晚一點再碰慢慢談 慢慢等 這一些地方好影院同 你剛才是去查 你不是最近還有幾點進帳嗎 對不過我發現 我跟思維其實有一個共同點 我覺得房子真的不能拿來當做 你是要致富投資這種爆發戶的心態 我覺得這種其實 它是一種房市裡頭不健康的心態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只要用得到就可以買 所以比方說如果我想要一個 心理學家就把你拉進他的思維裡頭 不是本來用得到就可以買 沒有錯啊 這就不是投資 但我一開始講說投資是最笨 用就不是投資 但邊用邊投資 我覺得也不錯 就比方說如果我想要一個辦公室 那我可能就開始要去精算說 那我租的辦公室我想要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可能就會去 那一區它的租金是多少 那如果這個東西轉換成貸款 我通常只看利息 然後它其實是划算的 那我這個時候我就會選擇就是買房子 反正租金差不多 對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你用得到 所以你不會因為你買了以後空在那邊 那它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還是一半贊成 自用 對就是自用型投資客 可是你剛剛是反 你是覺得接下來不會好 我覺得因為每年大家都在喊衰 坦白說就是從十幾年前我開始買 沒有一年大家是看好的 但是 你是這樣子嗎 你要看誰喊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說 明年房子很好可以趕快買這樣子 有啦 比如說張教授 尤其你出來以後 大家都一直說 不可以買不可以買 可是我不是十幾年前喊的 對啊 你的那個 我最少喊的都還蠻準的 連陳述都還蠻準的 有啦 你的書我有看 好啦 我就還是要研究一下敵人的那個心情 真的真的 今天有做好功課來的 所以你覺得就是現在 那大家看衰 你應該個人也有看衰 所以我覺得跟看不看好沒有關係 就是你可不可以買到你想要的價錢 OK 就是任何時候都會 所以你意思說你也沒有很看好 但你覺得還是可以買 我覺得大普遍來講 環境是不看好的 可是越不看好 我覺得越可以買 因為不看好 其實對於賣方來說 他也會有 會鬆動 那我會不會賣不出去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會去找一些 其實看起來比較好談的 而且重調的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想買多少錢 真的 諮商是最懂人性的弱點 其實啊 像剛才那個浩爺他說 什麼大家都普遍不看好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其實也有利於我們房仲賣房子 因為這樣子屋主比較好殺價 好 那空間也比較大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也蠻認同的就是說 像我最近我有一個預算 他差不多是一億上下的買家 一億上下 好宰 我就是固定每個 我固定每個禮拜 帶他看一次房子 那他也是說他不急 他也是想說要等到明年 就是總統大選過後 那個時候再進場 那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 他覺得現在其實 還是以現今為王為主 那再來最主要是說 現在其實 推陳出新的豪宅真的太多 市出的量真的比較大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不急著現在 再來除了說台灣自己本身 內部的選舉年 或者是說什麼美中貿易 國際的情勢 其實都不是那麼樣的穩定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個時候進場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相對的安全 可是他們就是覺得說明年可能會有金融海嘯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有一些人會覺得這個時候不要進場 那第二個 可是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邏輯是說 如果是自助的 我真的就是自己用的 投資只是順便的話 那其實這樣的客人都 也是剛性需求 就是主流的啦 還是蠻多的 因為畢竟我們仲介也會用一個說法 就說對啊 或許房價還會再更低 但是好的房子 真的不錯的房子 會在最低一點讓你買到嗎 我們就會用這個說法去 還是有可能 那個票等出來的好房子也是等下 對啊 那要看你們搶不搶得到 可以 他們發自己是好的就是可以搶到 對啊 那也要他們真的跟很多仲介是好朋友 因為真的不錯的物件 那個不會拿出來廣告 我們自己找物主就好了 沒錯啊 這個沒有 仲介沒有朋友還是可以找物主啊 對啊 那就 有的時候我還是找仲介 因為仲介有它的好處 對 沒有多一層的過濾跟幫助 謝謝思維哥 年紀輕 你看這種年紀輕的仲介講話 其實講實話 他同一眼 他一臉都不年輕 他同一眼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那個臉都看不出來 謝謝 你幾年次 七十二十二元 七十二也算年輕好不好 你要問你做幾年 做幾年 做九年多 九年算很多 28歲那種的感覺 對啊 不過阿滴說現在其實也不急著買 對不對 對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樣是 剛心需求自助自用 不然的話 純投資 我目前為止身邊的客人 幾乎連一個都沒有 就是純投資客 一個都沒有 純投資客就是我買了 然後我就是要賣掉賺差價 沒有 頂多就是 好我買了 但是我沒有打算賣 我中長期收租 我靠收租的這種投資角度的 有 可是我靠買了 我要賣掉賺差價的 沒有 我身邊沒有這種投資客 所以有錢人都這樣子 那一般人根本就不要想說投資 對不對 我是覺得他在講的是說 現在的年代已經不適合用來炒地皮 可是如果你是放在那邊 他可能會比在銀行裡頭的利息 會再多一點點 而且多一點機會 可是如果比銀行利息就很悲慘 就是你買個房子 只比銀行利息高一點點就可以買 不是 這很爛 你中間用了以後 因為我們只要看任何財經的節目 都說6% 7%是最基本 對不對 你相信我們看秋季的節目 全都是6% 7% 6% 7%那個是海外不動產的最險 對 可是他們說投資6%最簡單 那是股票 股票6% 7%是有可能 但現在也不見得 風險也是蠻高 而且每個專家都說6% 7%很簡單 我也聽過股市跌很慘的 重點是買房子有一種安全感 我們來看台積電的股市 台積電的指數有沒有 買房子有一種歸屬感 會覺得 我終於在這一塊土地 擁有自己的房子 你就會發自內心 希望你住的地方的周圍好 不然股票跟房地產 終於是誰買的 你有沒有本事買到 真的比較低價的房子 其實你說房地產有三大危機 什麼逃出引元是這個假訊息 其實最近的危機是這樣 因為你看 逃出引元找 尤其是台灣最貴的房子 就是一庭縮成交600萬 然後連央行總裁都覺得 真的嗎 怎麼可能 是這樣的 可是問題是600萬的確出現成交 那是 左手朝右手 他們找自己的人去買 然後自己去登記 然後登記說 實際上登錄就600萬出現 可是這個600萬就是哪來很好用 就是 因為你實際上登錄上面 不會寫說這個是誰買的 所以過了半年 大家忘記 結果翻翻實際上登錄 600萬台灣的房子這麼好 所以就騙一些那種剛回來的人 或是錢很多的人 然後騙一些 來台灣買房子 殊不知這個房子 它已經 除了風水的問題之外 我都扭成這樣 怎麼住 就是風水問題之外 它還有就是 因為它貸款非常的多 所以要有可能隨時 整個倒掉 建範有可能會倒 所以從危機來看 這是危機蠻重的 然後當然 現在有這個網友在問 現在是長期投資課 可以思考的時候嗎 我們剛剛講半天是嗎 我個人覺得可以 因為我身邊的投資客 如果他是投資性質 如果他是投資性質 他真的就是買來收租用的 對 所以就是中長期自產的是可以 中長期短期不要想 短期的就別想了 我也是不知道 過會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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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